来看到英国伦敦的克拉芬公园地铁站 在当地时间五号 是有民众拍到乘客争先恐后的 从车厢里面逃了出来 当时车厢内是充满了浓烟 乘客们慌乱的几成一团 而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拿出工具 敲碎车床玻璃 让民众可以直接逃生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因为火车上的通风风扇机械故障 触发了车站的警报 英国交通警察局则是指出 这起事件应该是火车的刹车粉尘引起的 这种粉尘经常会被误认为是起火燃烧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